超級小英雄 超級小英雄 Supa 大家早安 我是凱恩姐姐 大家早安 我是初愛姐姐 每個禮拜天的早上 就是要把頭腦打開動一動的 全腦開發 時間又到了 歡迎我們的阿凱老師 大家早安 一起來練腦力 我是阿凱老師 也歡迎我們的來賓 徐毅姐姐 大家好 我是徐毅姐姐 還有KAY姐姐 大家好 我是KAY姐姐 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是來自於哪個幼兒園的呢 幼兒園 幼兒園 而且我覺得快樂孔梨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很棒的小朋友 對不對 很會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榜樣 那今天也一樣要來競賽喔 獲得最高分的隊伍 就可以把這個手繪板帶回家 所以請加油 時間交給阿凱老師 好 電視機前面的爸爸媽媽還有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動動腦囉 來 現場的小朋友準備好了沒 好了 好 來 仔細看喔 張大眼睛喔 走上起來 張大眼睛 仔細看喔 好多燈日喔 這個動物園裡面分成六區 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今天我想看長頸路 我應該去哪一區看得到不要講出來 發你的答案 告訴隊長長頸路在哪裡 最後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請隊長派一個小小朋友到前面來 來 請隊長派到石頭布 半掌贏了 半掌 贏了 半掌 來 用麥克風告訴我們你的答案是 四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不是四 恭喜你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好 沒有疑問吧 小朋友看到都是動物的剪影喔 所以長頸路的特徵是什麼 博士盤長的 所以就很明顯了 它在4這個地方囉 是 好 來 眼睛打開了 來 現在考考大家的記憶力囉 好 記住這個外星人的樣子 好可愛喔 好 提示一下 它的顏色很重要 好 好 五秒鐘 5 4 3 2 1 小朋友 還沒有出題目耶 你們就舉手了 來 題目是 剛才是哪一個外星人 好 不能講出來 告訴我們隊長 請隊長派一個小朋友 來喔 剪刀 石頭 布 好 可以解決這一隊的 來 我們的答案是 答案是哪一個外星人呢 第二個 第二個 小朋友 是嗎 是 是喔 其他人都沒有意見喔 第三個 第三個 有人說第三個耶 第三個 第四個 好 我們來看看 正確答案是 第二個 第四個 因為她的臉 笑容不一樣啦 對不對 她是酷酷的臉 對 所以小朋友要注意顏色 還有她的嘴巴的形狀表情 對 好 好 來 小朋友繼續來囉 下一題 考考大家的判斷力 來 仔細的看 仔細的看 哇 我今天要去吃蔬菜耶 好複雜的迷宮喔 一 二 三 四條路 我要走哪一條路 才可以吃得到自己的蔬菜呢 來 最後五秒 來 最後五秒 四 三 二 三 二 三 第幾條 第一個 第一個 好 可以解決這一對的答案喔 第幾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好 第一個跟第二個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第二個 幫你解決這一對的一分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知道那個灰色衣服的男生 他在圖片一出來 你講完 他就說第二版 對 他超快 快很準 小朋友很厲害對不對 對 對 其實小朋友就很單純喔 這每次我都要說的 小朋友很單純 他就是看路線 大人呢 可能除了看路線以外 還要想 那開老師會不會有什麼陷阱在裡面 對 想太多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我會說 大人想太多了 小朋友是比較單純的 所以小朋友很棒喔 有些媽媽還會告訴小朋友 唉唷 以後遇到這一題 你就直接從後面往前走就好啦 我剛剛是這樣耶 我也是 太複雜了 可是我 我有設計過 我都會設計 如果迷宮你是從出口走 入口 出口走到入口的話 其實都會更複雜 所以我會故意去做一些設計喔 所以小朋友你看 我今天只要從二號出來 就是直線出來就到了 彎個彎就到了 其實這邊會比較複雜一些 如果你從這邊走 有時候眼睛會亂掉 對 好 來 小朋友來 準備下一隻 好 仔細看一看喔 好 要仔細想一想囉 好 好 請問這邊有幾塊積木 安靜的想喔 把答案超出的告訴你們的隊長喔 不要講清楚喔 有人要被扣分嗎 總共有幾塊積木 五馬公虎 四 三 二 一 這一題跟以往的不一樣 沒有鏡子 對 這題沒有鏡子 這一題回到我們最單純的 就是一塊積木 所以小朋友要懂得那個積木 是堆疊起來的喔 所以它的那個困難的 那個點數是比較低的 是 來 所以兩位姐姐 你先好了 我們一起講答案 好 一 二 三 十七個 十七個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 十七個恭喜 對 恭喜 小朋友為什麼會數到七個 剛才我聽到小朋友說七個 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會數到十二個 我要數個 好特別喔 小朋友我現在沒有辦法去猜 因為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便沒有去有七這個答案出現喔 好 小朋友所以要懂得喔 積木是堆疊起來的 積木不會乖乖的浮在空中 所以下面那一層也要選到 好 很棒 小朋友 如果點擊小朋友不知道的話 媽媽趕快去找一些積木 讓孩子實地的練習把它堆疊起來 孩子就會從實際的練習當中知道答案了 對 我覺得不要給他太大的壓力 有時候就是玩樂在生活生活在玩樂 對 不只不要給孩子壓力 爸爸媽媽也不要太大壓力 有些媽媽會說 你看啊 這邊就一個啊 下面就一定會有一個 孩子會問為什麼下面一定要有一個 你看這邊看得到啊 有一個啊 就更亂了 媽媽就會講到自己也急囉 是 好 來 小朋友 非理力 非理力囉 仔細想一下 好複雜的圖形喔 第一個圖形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會是什麼 然後變到這一個呢 問號應該是哪一個 第二 第三個 來 好 倒數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請回座 偷偷的把你的答案告訴隊長 好難喔 這題要可以 好 我們來猜拳 剪刀石頭布 不要哭 剪刀石頭布 這個是 這是什麼 再一次 再一次 剪刀石頭布 好 好 來 來 講出你的答案 是哪一個 是第幾個 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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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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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薛姊姊剛才那一對小朋友呢 有其他答案嗎 你們是選幾個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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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 總會 可蘭姊姊妳答案 我猜一 那我真的不太會 左姊姊呢 我猜二 二 好 通通都有了 好 來 這題答案是第一個 好 總共想想 如果你待會兒說得出來 也可以算對喔 好 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呢 阿凱老師出的題目是什麼 趕快看看 都是大大的圓形 那沒有問題了 對 好 我們來數數看 上面的圖案有幾個 第一個有幾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所以要找四個的 對 所以呢 一 三 四都有可能喔 二就不會囉 好 我們來看看 形狀 小小的形狀是什麼形 圓形 正方形 圓形 正方形 圓形 多少都是圓形的喔 所以 欸 這個不對 這個有一個正方形不對 三不可能 所以正確答案是 一 好 對啊 所以有得分嗎 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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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朋友好高興耶 我以為她得分了 好 所以 有沒有其他答案 有沒有人有其他答案 有喔 有人舉手喔 要解釋喔 要告訴我們為什麼喔 要解釋喔 要解釋為什麼呢 好 來 後面的小女生來 因為 現在再來就試試 對 所以你有其他答案嗎 沒有 沒有 她是在補充我的所講解的 對 好 沒有問題 來 所以想請問一下目前的比數 是2比2平手喔 哇 太棒了 最後一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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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要做好喔 好 小朋友 屁股要做好 而且沒有聲音 乖乖舉手的人才可以回答喔 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好 來 這是什麼 圓形 圓形還有 三角形 這兩個東西妳可以把它拼來拼去 可以拼出什麼呢 譬如說 拼出一個鑰匙的洞 我知道了 我還可以拼出什麼 熱氣球 我把中間加條線就可以 還可以變成什麼呢 小朋友想一想 我要說 你要說 好 可愛姐姐妳說 我說了妳們就不能說了 好 好 冰淇淋 反過來一球 好酷喔 還有 還有 還有我們給小朋友機會吧 來 三個機會 小朋友有想到嗎 有想到嗎 好 來 首先放下來 要舉手快點 聽到聲音 1 2 3 舉手 張開 來 最旁邊的小男生 過生日的 妳覺得會是什麼 過生日小孩子的帽子 頭 過生日小孩子頭 過生日小孩子的頭 過生日小孩子的頭 她說過生日小孩子的頭 然後帶著那個生日帽 然後帶著那個生日帽 好 沒有問題 答一分 來 小朋友預備了 手手放下來 而且要趕快做好喔 來 1 2 3 舉手 好 最後面的小男生 來 來 妳的答案是什麼 妳的答案是什麼 可以裝成什麼 第一個 一個圓形跟三角形會變成什麼 有什麼 冰淇淋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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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請坐 來 我們再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答案 準備囉 1 2 3 好 等等 來 可以姐姐後面的襯衫小男生 好 糖果 糖果 什麼樣的糖果 冰淇淋糖果 你說的是什麼樣的糖果 可以告訴我嗎 兩個三角形 裝袋子 那是什麼樣子 怎麼裝起來 那個圓形跟三角形怎麼排 把三角形倒過來 你說房子 房子 好 三角形倒過來 有人說三角形倒過來裝上去 會是什麼呢 會是什麼 好 我所能想到的是 如果把那兩個三角形倒過 如果有兩個三角形倒過來 中間有一顆圓圓的話 像不像是包裝起來的糖果 像 可是我們只有一個三角形 對啊 好 再想想看再給一次機會 來 加油 準備喔 手手預備 1 2 3 好 那個雪姨姐姐旁邊的 男女生 圓形的房子 圓形的房子 對不起 什麼 圓形的房子 圓形的房子 所以三角形那個是屋頂嗎 好 可以啊 很有創意 好 得一分 謝謝 趕快跟我 還有一個名額 來 趕快手手準備囉 1 2 3 好 最旁邊的小男生 來 告訴我們 答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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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什麼 包裝起來 有答案嗎 有沒有答案 郭子 沒有喔 好棒 其他人有答案嗎 郭子 來 等會來 好 那個雪姨姐姐後面的花花的小女生 好 穿花花衣服的小女生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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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脖子 脖子 媽咪的脖子 好奇怪喔 好 把小朋友再想想看 可愛姐姐妳剛才說妳還有答案喔 其實有很多答案耶 真的嗎 妳把它倒過來有點像喇叭啊 喔 把噗把噗 對啊 按那個球球 如果像這樣的話 那個金剪 現在這個形狀 把擺真 像不像馬戲團那個踩的那個球 喔 它不是上面踩踩踩 它就會滾滾滾 對 那我可以說它是金字塔跟太陽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有OK啊 對 好 所以小朋友可以盡量回去想一想喔 如果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妳有什麼答案 也可以歡迎上網告訴我們喔 好需要喔 對 我的答案 怎麼會覺得我突然回答好 好普通喔 我的就是一面鏡子啊 牌子啊 然後就是鏡面啊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你的力鏡 好 很棒 小朋友都動動了喔 來 好 目前最後的比數是 最後的比數是 徐姨姨姨隊3分 然後我們的K姨姨隊只有2分 所以是我們的 徐姨姨姨隊獲勝耶 來頒獎囉 大家要一起玩喔 大家要一起玩 那我們安開老師 有禮物要送給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要送給電視機前面小朋友 積木類的遊戲喔 哇 好酷喔 這種所謂可以組裝的 我都是把它定義成積木類的遊戲 可以訓練孩子的創造力空間的概念喔 來 只要上網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回答就可以囉 來 回答什麼題目喔 小朋友只要上網回答 找找看大象在哪一區 找出大象是 小朋友到我們粉絲專頁上面回答 就可以得到小獎品喔 好 謝謝艾卡老師 謝謝 這是網路過的小朋友們 還有來賓 進行下一個單元囉